关心记者身后的这个巨大的坑洞呢 就是发生在台北市大同区赤峰街这一带 那可以看到这个坑洞真的是相当的大 它的长有6.5公尺宽3公尺 而深度呢也有达到3公尺左右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坑洞呢 那初不了解是可能是因为有一根水管管线 那穿过了这个水沟壁 那造成了这个土壤松动 再加上因为连日来大好雨的关系 造成说它把下面的这一些土石都给掏空了 那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个管线是属于哪个单位的 但是呢初步怀疑是因为它贯穿了这个水沟壁 才会造成有这个巨大坑洞的发生 不过呢详细的原因 还都要请有关单位再查清楚 而且呢也因为这个坑洞 它其实是发生在旁边呢 旧市公园平常都会有一些民族以及人潮的出入 而且呢在旁边也就是店家 那在这个店家的这个老板年呢 他今天一来开门的时候就发现说 他的店门口前怎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巨大的坑洞 也是下了好大一跳 那其实呢这个坑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那原本昨天还是一个小坑 到今天早上呢却变成了 从12点开始却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坑洞 而且呢都还有持续在扩大的迹象 那提醒民众如果到了附近这一带呢 也要特别小心安全 而里长也表示说 现在已经针对这附近14户的住户进行撤离 那这里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